台北市街头要找个停车位实在好难 好不容易才在大楼间找到这么一个停车场 以大安路一段巷弄里头的这一个停车场为例 这里停一格一个小时是60块钱 不过呢看看旁边的豪宅一坪是170万元 为什么地主会想要把这一块地拿来做停车场 而不是盖房子呢 其实有些人是认为这样子可以拿来养地 房仇业者说明如果预期房价会涨或是没有足够信心 在等待实际的过程中盖停车场收现金 等于是尽可供退可守的好办法 而且停车场的商机也不小 现在月租金平均甚至一个月超过2万块 它相较于房子而言它并不用装潢 然后也不用说什么什么冷气家电一些坏掉 还要维修这些费用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停车位 所以它的养房的成本非常的低 如果是以一般常见的中型停车场试算 25个车位每个小时50元 要是未未满租 一年可赚进1080万元 而且现在大多自动化管理 也不需要人力资源来维护 效益十分惊人 全部都是无人化自动化 所以说它也是大幅降低了 这个人事的这个成本 停车位的那个租金几乎是一个 近赚的一个情况 如果放着空地不用 就怕会被克空地税 盖个平面停车场 又比该大楼简单 也能随时查看房价改变策略 精华地段的停车场 就变成了业主拿来养地的 招数之一